台风夜没人的工厂内 好多东西自己动起来 塑胶蓝像长了脚沿着机台绕行 这不是什么诡异画面 因为厂房内淹水了 几乎都已经淹了 25号深夜 厂外风雨正大 路面上水也慢慢淹高 小狗还在开心游泳 没人发现厂房内遭殃了 台风过后 彰化鹿港这处水五金工厂 还在挺宫中 这边洗刷刷 另一边水柱冲 生产线停工 却多了好几条清洁线 将近20万条白铁软管 泡在淹起来的黄污水中 业者说超过一半不用洗了 因为必须得直接报废 台米台风降下好雨 路港顶翻坡地区大淹水 25号晚间到隔天上午 1800瓶厂房全泡在水里 准备出货到美国的两个货柜 也出不去了 全球水龙头相关产品 有一半来自台湾 其中又有八成来自顶帆婆 这里也被称为水龙头的故乡 但水五金也怕淹水 水淹92公分 业者盘点损失 产品跟21部机台 全厂的电器电线设备 再加上老板收藏的三百万茶叶都泡汤了 业者质疑门前这条杨子错西核道整治 加上附近大牌排不出鸡烟水 结果水灌进沿岸好几家工厂跟民宅 不过彰化县府相关单位说 台风前已经请厂商将施工购台 移到湘潭上面增加通红断面 不影响养子错西水流 研判是安东二排与下电委排水议题造成 TVBS新闻陈志忠 彰化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